巴铁翻脸,罕见敦促中共善待新疆穆斯林,2017年11月5日,中部新疆地区的喀什市居民观看一对保安人员巴基斯坦一名高级官员,敦促中共采取实际行动,放松对新疆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打压。 中共在新疆地区大建在教育营的做法,最近,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但到目前为止穆斯林国家对维族人受迫害的境遇,却似乎基本上是集体保持沉默,而巴基斯坦被认为是中共最紧密的盟友。 其高级官员在这一敏感的问题上对中共提出批评实属罕见,巴基斯坦宗教事务部长卡德里本新西在会晤中共新任驻巴基斯坦大使姚静时说,中共的新疆政策适得其反,只能强化极端分子的立场。 面对中共当局在新疆的大规模欺犯人权的行为,美国、德国以及法国等西方国家呼吁中共关闭在教育营,但绝大多数穆斯林国家,到目前为止,却几乎没有什么反应伊朗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印度尼西亚以及马来西亚等国的政府,都没有公开对北京提出谴责。 观察人士注意到,土耳其以及伊朗等国家,目前都面临各种国内外危机自顾不暇,无论是在外交舞台,还是在经济领域这些国家,目前都期待,能够进一步与北京合作。 中共与巴基斯坦虽然一直保持有十分紧密的关系,是所谓全天候的战略合作伙伴,但最近有迹象显示两国关系在新政府,上台之后似乎出现。 为一些裂痕,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共一带一路,迄今为止最大和最雄心勃勃的样板项目,但新政府的官员认为,该项目协议对巴基斯坦不公平要重新谈判。 在中巴经济走廊途径的巴基斯坦北部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地区今年年初以来,已经有50多名与巴基斯坦人结婚,都为族女子,在回新疆探亲时遭关押。 当地议员对此表示强烈不满,要求中共政府,立即释放这些巴基斯坦人的配偶。